因為剛剛有老師是用這個訪課登錄 所以可能這擴充研究不能用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 如果說我剛剛國委是這樣 那你看喔 如果我在社會這個部分 一樣的 如果你是影片 您就來這邊 那麼不用那麼麻煩 來你看一下 一樣 您把 您看到的 比如說如果是像這個 像這個 這段影片是這樣 您就直接來這邊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好我們回到這邊來 直接把它貼上去好了 請問有沒有自動抓到 這樣也是很快嘛 對不對 那順便一下好了 老師既然這樣子 我們順便把題目加進來 好不好 來你看喔 新增題目 他就問你 請問 好第一個 好 那你可以到哪裡 比如說 可能我們到 一分多鐘 這十分秒 就看你的題目在什麼時候出現 什麼時候出現 比如說我在一分鐘的時候出現 好 那有什麼選項 有沒有在這裡 好 比如說 第一種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做的 好 我再加一個 好 那你就要看到你的正解是哪一個 好 儲存 你可以增加第二、第三個題目都可以 好 那 這裡你就按儲存 好 發布出去 這個時候你可以自己學習 自己學習 好 我就訂到這邊來 點一下 他就記住他的學習畫面了 OK 有沒有 那他的這個說明 這個是他的說明 這個部分呢 會 直接從 YouTube影片上來 你看 有沒有看到他的說明了 這樣了解了嗎 他是從這裡抓過來 所以如果你們不要的話 待會可以再回去修改一下 從這邊 編輯一下 我這裡 開始編輯 好 編輯 這裡有一個單元說明 有看到 他抓YouTube是整合的比較好 拿起 掉 好 儲存 這樣就可以 當然如果你要變更 這個要發故事 那我就在這邊 好 你就 撥影片 好 那我就先讓他跳 跳到快一分鐘的時候 好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等到一分鐘到的時候 看到他會不會跳出來 有沒有跳出來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其實 用這種發誌我想 他先 因為先看了一段了 已經有比較進入狀況了 其實同學通常對這種題目接受度 會比較高一點 當然不見得說一定要他現場觀察 我們一直強調就是說 其實除了電腦教室以外 一般教室 老師現在應該都有拖映機 跟那個 電腦 所以 也可以在上課 當作一個輔助教材來用 也是很不錯的 所以如果他答對了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他那個影片可以繼續播下去 不然會卡在那邊 OK 當然他可以在這邊 就是自己在做筆記也可以 好 這樣 老師有沒有比較了解 什麼叫做 題目就在影片中的那個概念 那您可以 因為如果上課比較容易這樣做 那如果你是來自其他的那個影音網站 可能就比較不行 但YouTube他的省合度會比較高 比較高一點 那 剛剛我們看的是影片的 那麼如果說您是一般網頁的 也可以 比如說您看 我們在這邊跟英文有關的 好 我如果有一個網頁的 我就從這邊 一樣 您找到 跟英文學習相關的 如果是一般網頁 都沒有關係 好 VoiceTube也是很重要的 什麼英文學習網站 對不對 好 我覺得這個網站很不錯 我把它直接複製一下 到這邊 一樣 先貼網址 你看他有沒有抓到 那如果沒有抓到 你再自己打進去 對不對 這樣不是更好嗎 偷懶很多嗎 好 那 你可以看到 看到 如果大多數網站應該都 都OK 就是他內容就直接在下面出現了 那麼 有部分網站有可能不行 就是 他不支援就是我的網頁被你開在你的分頁裡面 因為這樣 有的人他覺得這樣你不尊重 好 所以沒有關係 他 如果說萬一不行的話 待會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玩弄他的判斷也還蠻精準的 當然有幾個網站 我有遇過幾個網站不行 但是絕大多數都可以 就是說他會告訴你說不支援 你必須要點一下另開 另開去新的頁面這樣才有來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嗎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 簡單的 這樣做一做就OK了 是不是很快 好 所以這個 標準的方式像這樣 那裡面的單元很多 這個單元很多 車椅的部分 待會我們再來試看看新的方法 好 新的方法 那一般標準的方法應該大家 做投票 問答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我會 再給各位看一下塗鴉的 我們我想我先給各位來這邊看好了 您到這邊 我們用這個 我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有介紹好任務裡面 您看一下 關於測驗的部分 教材類型有很多種 好 那這裡是有測驗10個 您可以從這邊打開 我們給老師看一下什麼是塗鴉旗 您可以像這裡 這個 大家來測驗一下這個好不好 你看我馬點進來 衛饋大家聽過嗎 這個是 那就要問一下各位 我這個先把他清除一下 請問問問問問問我們都知道他有優門趕驅嗎 那優門趕驅到底是這裡還是這裡 反正問就兩個開口 所以這個命中率比買個頭還高 對不對 你就看你是哪一個 好的就按提交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我回答一次不夠 你可以回答第二次 我們老師這一段呢 看統計的時候也可以看到 到底 你回答幾次 那麼統計的功能我打開 統計功能在這邊 如果待會兒我們講到群組的部分 設在那個任務裡面 這裡 我又把它開啟 我再把它打開一下 所以待會兒老師也都可以看到統計功能 您進到這個任務裡面有一個測驗題 找到未會兒這個 那我點了這邊或者你看看鏡機那邊 就可以看到 好不好 我們先讓老師試看看 瞭解一下之後呢 那你 你待會兒我們就可以自己來設計所謂的塗鴉體 不一定每次都要用填的嘛對不對 好老師呢 已經回答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到統計 老師也可以看哦 你自己也可以看這個統計哦 好你就點它一下 OK 我就進到這個未會兒這個 點進來 那因為它是圖片 哦 所以 我看一下 我發現老師有畫錯耶 糟糕 你看這樣子好像沒有看到圖對不對 我們點進去就看到 好來點這個 有沒有看到那張圖了 你還可以看一下 播放一下 看老師當初怎麼畫的 有沒有 所以 正確答案在哪裡 當然是下面才叫原本 上面叫分門 所以會一次酸的 一差三而已 那個是上面沒鎖好 那你了解哦 因為位置到逆流嘛 所以 那個分門在下面 各位老師加油了 好 OK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何趣一點 所以 它這個也是目前我看其他平台 就這種類似的平台裡面 比較少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其實老師有時候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跟同學做一些步驟也不錯 那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所謂的塗鴉題 有沒有塗鴉題的部分 那你要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老師你要做這種塗鴉題的話 您可以這樣子 來這邊 一樣回到你的課程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都是準備教材而已 對不對 還沒有現群組哦 我是聽到現在的時間不太高 我們先 建議的試試看看 那等一下我們還有那個 實際的測驗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 您就可以從這邊 你看我就來這邊 好了 英文其實也可以 來 你看 有沒有塗鴉題 您就把你的照片準備好 這個是什麼單元 這樣子 然後你的塗鴉的圖片在哪裡 1號其實它本身 並沒有提供太多所謂的儲存空間 所有的儲存空間 就它不像什麼 我們雲端硬碟 什麼幾居幾居 它就是只有某些單元 類似這樣 你可以傳照片而已 我們主要在1號上用的教材 都是來自於各位 可能您自己的雲端硬碟上的一些資料 或網路上的資料 網路上的資料 它主要就是那些 你的學習歷程 統計資料 那些 所以其實 它本身網站通常不會太慢 比較慢 就連結到外戶的 也許某些網站 它可能比較慢的時候 就會有影響 或者是學校整理平凡 可能比較 就擁擠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傳上去 好 就從這邊傳 我們的那個檔案上去 我這邊先隨便傳一個 不好意思 假設這樣子 好 好 它的尺寸呢 最大就是1024768 所以它通常沒有用很多 好 確定 好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簡單的說明 好 OK 那一樣 儲存 就這樣而已 好 你看我這樣好了對不對 我把它發布一下囉 您可以自己先玩看看 來 開始 這裡 有沒有 點進來 有沒有圖片就進來了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 不會太難 也蠻有意思的一個 測用方式 那 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來 換位 還給您